中国历史,张谦第一次与联合入制共击匈奴的目的虽然落空,但不能阻挡汉武帝对付匈奴的决心 因此汉武帝在没有等张谦回来,就发动了马亦之围 开启了两大第五延绵十年的大规模战争 到元首四年,公元前一一九年,汉朝连续取得胜利 不仅占据了河南河西之地,而且控制了漠南地区 匈奴远动末北,但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 匈奴虽战时大伤元气,并未彻底被战败 势力依然很强大,汉朝经过数年的大战,但是省时惨重 匈奴虽并远去,而汉马一扫,无以复往 继续大规模的决战对于双方都是不可能的 对于匈奴来说,加强对徐祝国的控制和诈取 使他恢复势力的所必须 儿子,蒸,火举断,火举断,火丟数